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敢 不敢 想什么呢 走吧 大嫂 你快走 快走啊 由我他拿下 大嫂 大嫂 开着把这小费杀了 别人家是祸啊 小哥 废话 背他走 啊 又是我呀 走啊 这小娘们跑哪儿去了 往前追 来人哪 壮严爷有何吩咐 韩琪回来了吗 韩爷自打出去就没回来 还没回来 壮严公别急 韩爷不会有事的 壮严公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得上早朝呢 韩琪不回来我哪睡得着啊 我还是去找他吧 万万使不得 黑灯瞎火的 万一出点什么事 小的怎么担待得起啊 还是小的替您去找吧 好吧 禀壮严公 外面有个太监求见 快请他进来 是 公公 请 奴才给壮严公道喜了 有什么喜 奴才封大内总管郭公公之命 请壮严公公去一趟 郭公公 郭公公请我去 不会是为了韩琪吧 壮严公不会聪贵过人 一猜就猜着了 韩琪怎么会跑到郭公公的府上去了 您是不知道 您的兄弟和我们的郭公手下打起来了 什么 公公 陈世美求见 让她进来吧 是 郭公公 韩琪又扣在你府上了 哎呦 我的壮严公啊 这事可不能怪我呀 那怪韩琪不成 壮严公 你的这个朋友韩琪 他真不是一个什么省油的灯 三番五次寻衅姿势 我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是一人再人 这不今儿晚上又闯到我府里来了 被我的手下给臭揍了一顿 什么 那他现在在哪儿 壮严公放心 我已经安排他在后院休息了 壮严公 我有一言相劝呢 以后您交朋友啊 可得慎重了 千万不能因为这种人 玷污了您的名声 他是什么人我很清楚 我也告诉你 以后不许再欺负我的朋友 壮严公息怒 您生气我这还一肚子火呢 我就不明白我什么地方得罪您这位朋友了 他没完没了的跟我过不去 您回头见着他好好劝劝他 行了少废话赶紧放人 壮严公发话了 我敢不放人吗 来人哪 在 请壮严公到后院去一趟 壮严公 请吧 好 倾企 哈 坏 你说 你也太狠心了吧 不认识 胡政 庄元公 怎么见到了韩琪一点都不高兴啊 是不是韩琪和你说什么 不错 赶紧把那母女俩放了 母女俩 什么母女俩啊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庄元公 有什么事你跟我明说啊 你要有什么条件 尽管说 只要你把人放了 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您当了庄元公 说话地气都足了 俗话说得好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就连那个混混韩琪 都猖狂起来了 竟敢骑在我这个大内总管的脖子上拉屎 他愣说我这有人 我这有什么人呢 既然如此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别动 你也不看看眼前站的什么人 推下 是 庄元公别太冲动 容我慢慢想啊 我想起来了 你说的是不是秦香莲母女俩啊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秦香莲还真是庄元公的原配夫人啊 少废话 这下子成了皇亲国契 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想求 都吃不到的大好事啊 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突然冲出了 突然冲出个原配夫人秦香莲 你说这还算是个好事吗 这件事如何处理我自由安排 你就少啰嗦 赶紧放人 我可是为你好啊 我不想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边跳 三拜九扣都扣了 就差最后这么一哆嗦了 明日造朝 圣上一宣布 你是驸马 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得给你三分博命 就连我这个大内总管 都得仰仗您日后多多提携呢 可是你之前说你跟秦家毫无关系 现在又冒出个原配夫人秦香莲来 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 你千里迢迢进京港考 你图个什么呀 一步做 五步做 你让我见见他们 可是说实话 人没在我手上 韩琪亲眼看见你的手下 把他们抓起来 你还想抵赖 我的状元公 你别再跟我这儿问秦香莲母女了 行吗 眼下我跟你是一条心 我为你解除后顾之忧呢 万一将来有那么一天 你犯了该斩的罪 我想帮也帮不了你了 你这状元不就白考了吗 我看得出来 你现在心里头不好受 我也跟着着急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一死 必定连累了秦香莲母女俩 还有你那个兄弟韩琪 你认了他们 你就连害三条人命 你就这么狠心啊 老元公啊 三姿吧 来人 在 和 是 十三姿 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大人啊 你满腹的心事能够向谁说呢 就算你能帮我 你又能怎么帮呢 此时此刻你还会帮我吗 所有的路都已经堵死了 公主 现在唯一能帮我的人就是你 可我还有什么脸面去求你啊 我一直在骗你 利用你 就算你能原谅我 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没有用了 无论我再怎么样 都没有用了 为了保住相连和孩子 我已经无路可退 宣新科状元 陈世美 上殿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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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婚于你 你意下如何 状元公 圣上要将公主赐婚于你 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赶快谢主隆恩啊 陈世美 你意下如何啊 您倒是说句话呀 还犹豫什么谢主隆恩啊 奴才该死 奴才听圣上说 要将公主取配于陈世美 奴才打心眼里头 替公主和陈世美高兴 这不奴才还准备了一份贺礼 没想到这块玉佩给摔碎了 哎 那那一半呢 那一半上哪儿去了 这就是你要找的另一半吧 赶快谢主隆恩吧 赶快谢主隆恩吧 谢主隆恩 赶快谢主隆恩 圣上 您瞧见了吗 状元宫都喜极而弃了 恭喜圣上 恭喜同华爷 圣上 据老臣所知 后天就是良辰节 那好啊 就按太师所说 后天就为陈世美和紫玉公主完婚吧 吴皇圣名 如今国家遇到良才 皇室则得良絮 正是我大宋国昌盛的征兆 应该普天重庆 太师所言极是 此事就交由礼部全权办理 礼部要安排妥当 不得有误 遵旨 圣上 陈世美有一事相求 起来说吧 何事啊 圣上对我恩人有加 陈世美感激不尽 我现在斗胆为一个人求官职 请圣上恩准 是何人呢 是我的朋友韩琪 此人略会写武功 侠肝义胆 为人仗义 世美能有今天全凭韩琪的帮助 求圣上赐韩琪一个官职 世美也算对得起朋友 此事倒也不难 既然他略会武功 朕就封他个带刀侍卫 那韩琪现在何处啊 朕想见见他 恐怕圣上今天见不到他 这是为何啊 这件事就由郭公公给圣上解释吧 郭政 奴才在 陈世美不是当上状元了吗 韩琪特别的高兴 昨夜在奴才府里头喝酒 一时喝得兴起就 就喝醉了 可能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如此看来 他倒也是个豪爽之人 行 那就传旨吧 封韩琪为带刀侍卫 陈世美 朕这样安排 你满意吗 陈世美带韩琪谢过圣上 给我放人 是 韩琪 大哥 韩琪 你现在已经是戴刀侍卫了 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 大哥 我 我现在是 戴刀侍卫了 对啊 韩琪 恭喜你了 穿上这身衣服 你就是戴刀侍卫了 对 圣上亲口风的 大哥 我们总算有出头的日子了 赶紧把秦香莲放了吧 驸马爷 我真是冤枉啊 秦香莲他没在我手里头 我就只有那半块玉佩 你撒谎 香莲和东北就是你抓的 你看 秦香莲他真没在我手里头 您要是着急我可以帮您找去 您现在是驸马爷 您吩咐我一声 我就理应为您效力 大哥 要不咱们搜搜 搜啊 你们随便搜 带他们搜去 去 算了 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郭公公 您真是高明 圣上点了陈世美为驸马 陈世美呢 却隐瞒了有原配的事 这可是犯了欺君大罪啊 这件事可是掉脑袋的大罪 他这么隐瞒起来 他想赖都赖不掉啊 就是 这下我们可有热闹看了 别笑了 贩统 一群废物 吹你的 是 陈世美既然能把韩琪给放了 他也就能想办法放秦香莲 知道吗 这是节骨眼 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小的们该死 该死 少废话 你们一定要赶在陈世美前头 给我找到秦香莲 是 如果找不到人 通通起脑袋回来见我 孙敏 走 我饿 你饿了 等一下娘给你买吃的啊 来个烧饼 给 东妹吃吧 娘先吃 你吃 小孩还挺懂事的 谢谢 东妹快吃吧啊 你吃吧 东妹快吃吧 他玩得真开心啊 明天我还来啊 好 明天再来 慢点走 是 是相机 都是谁啊 好 大家都看清楚了 这就是秦香莲 咱们奋斗去找 听见没有 记着啊 找不着 你们几个脑袋都得搬家 你们几个当时 你们几个到那边去 你们两个到那边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脚落 是 啊 你看看啊 你看看啊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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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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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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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香 小姐 跟我走 大爷你可再来啊 他这么多忙着走了 想着管啊 来新人了 小姐 这里安全 这是什么地方 你为什么要到这种不三不四的地方来 小姐 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得挣钱 让你和东魏活下去 好跟相公相聚 小姐 你 你 你 小姐 小姐 快 你一点点水 你一点点水 小心儿子 小姐 只要你能见到姑爷 你和东北都好好的 我就是跳进火坑里也知道 傻姑娘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我没照顾好你 是露珊让你胜苦了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小姐 小姐 原来是颗人参 太师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参 这是一颗上好的高丽参 扶了它可以输金火血 壮阳补肾一样天年的 这么好的东西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不瞒太师 是奴才从高丽国的贡品里头抽出来的 我看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你就不怕皇上知道了掉脑袋 奴才为了太师 奴才什么都不怕 奴才以为皇上尚且年轻 用不着这个 太师吃了才合适 你也留下两颗吧 六颗 不不 一颗都没留 全给您拿来了 你啊 你就是嘴甜呐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我问你 那个秦香莲找到了没有啊 回太师 奴才派人昼夜在京城盘查 秦香莲跑不出咱们的手掌心 一连数日过去了 你们两个弱女子都抓不着 太师息怒 要不奴才再多派几个手下 其实一个小娘子迟早能把她给抓回来 派再多的人也没有用 都是一帮酒囊饭带 只怕是陈世美找到秦香莲 你们也找不到 太师 陈世美只有两个人 我们人多势众 我们一定能抢在陈世美前头 找到秦香莲 如果我们找不着 陈世美就更找不着了 你呀 你可给我小心了 秦香莲要是把那点杀人的事 抖露出去 你吃不了给我兜着走 那 那我们反正也是 太师您的人呢 手废话 你就是挖地三尺大海捞针 要把秦香莲给我找到 一定 一定 不过奴才以为 在没有抓住秦香莲之前 我们一定先把陈世美控制住 嗯 你又有何妙计啊 太师 陈世美眼看就要跟公主完婚了 奴才派人盯上她 让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去找秦香莲 等她当了驸马 即便秦香莲找上门来 她也未必敢认 你想啊 谁愿意放这好日子不过啊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妙计 我只要一个结果 就是不能够让陈世美找到秦香莲 奴才明白 奴才明白 公主啊 今天特别好看 等等 你带着我看看 奴才不敢 让你带你就带吧 是 哎 不行 你的脸太胖了 还是你来吧 这东西啊 谁带都不好看 我看还是公主带着最漂亮了 拼子 恭喜公主 大喜的日子就要到了 这是谁还在和公主说话 不让公主睡觉啊 奴才郭正给公主殿下请安 你来干什么 下去吧 是 公主 过两天不就大婚了吗 奴才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效力的地方 我这没你什么事 公主 奴才本来是给您备了一盒江南上好的胭脂水盆 奴才想 公主要是擦上了它一定是面如桃花 可是奴才一看见公主 公主还没擦呢就已经是面如桃花了 你少跟我耍瓶子 要不您要不您发个话 我带几个人手过去帮富满爷张罗张罗您看成吗 这还要问吗 行 既然公主发话了奴才就带几个人过去帮富满爷张罗张罗您放心保证把富满爷伺候好喽 过来 你们两个跟我上陈氏美那儿去 是 咱们好好地帮帮她 是 你们人找得怎么样了 属下正在全力搜查 还没有发现秦湘莲的踪影 你们这么多人连个小娘们都找不着啊 接着找去 要是再找不着 我把你们的皮扒下来 是 是 把肉喂狗 是 走 驸马爷 您试试这衣裳 看看何事不 您试试 安姐 大哥 怎么样了 外面到处都是郭正的手下 我没法找大嫂 让他们抓住可就糟了 驸马爷 您要是不是小人就不知道 行了行了 先放着吧 好 你先下去吧 是 是 不行 我得去 你不能出去啊 你这样出去 肯定会被他们盯上的 等婚礼过后 出宫可就不容易了 要不这样 我跟你一块去 至少咱们俩有个照应 好 我先换身衣服 哎哟 驸马爷 这是要去哪啊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驸马爷 怎么放着好好的衣裳不穿 穿成这个了 这事你也要管吗 这事我倒不敢管呢 可是依您现在的身份 穿这事不大匹配吧 我要出去 请你让开 我让开倒没什么 只怕公主不答应 驸马爷 眼看你跟公主大婚的日子 就要到了 我们奉公主之命前来守着您 不许您随便留待 要依您现在的身份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我们没法跟公主交代你 什么 你还想瞒着我 拦我们不敢拦 我们只敢陪着你 驸马爷 您别生气 您要是生气了 我们跟公主同样交代不过去 驸马爷 您别不搭理我 我搭理您行不行啊 为了准备您的喜宴 御膳房的厨子 把看家的本事都使出来了 汤就有三十道 点心有几十道 我也不想听 别见别见 您不听不行 我得跟您说说 万一您有哪道菜 您不满意呢 一会儿呢 我再给您报报菜名 报完了八小样 我再报八大样 报完了天上飞的 我再报地上跑的 我再报水里游的 菜难一共有三十六道 只怕报到天黑也报不完呢 驸马爷 还是您自己看看吧 这位爷 您走好 慢走 这位爷 里边请 里边请 您走好 姑娘 吴大爷 您可再来 明天再来 我去街上买了点纸粉 回去准备接客人 知道了 死丫头快去 快来快来 爷爷 快里边请 快点 里边请 照顾好 这位爷 小姐 人生 小姐 我打听到 姑爷的下落了 他在哪儿啊 姑爷住在 皇宫旁边的 一座小符笛里 那我们现在去找他 小姐 万万不可 怎么了 现在街上 到处都是追杀你的人 你一出去 就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也没有办法呀 我们好不容易 到了京城 有了师妹的消息 当然要去见他嘛 不行 你出去太危险了 这样吧 见姑爷这事 还是我去 等我明天混进府里 姑爷认识我 我一说 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云霞 抽段庄的 王大爷要来了 快出去接客 我现在身子有点不舒服 你让别的姐妹去吧 王大爷点名就叫你陪 赶快出来啊 你是不是想挨打 小姐 你再等一晚上 我明天就去 我的好云霞 快出来吧 那位王大爷 我们可惹不起啊 你下去陪他喝两杯酒 唱两段小曲 就算妈妈求你了 知道了 我打扮打扮就下楼 你快点下去啊 云霞 不要去啊 我现在已经这样了 也不指望以后怎么样 只要你们好就行了 好妹妹 说什么傻话呢 是的小姐 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了 以后不能再伺候小姐了 以后 再也不许跟我叫小姐了 你都是为了我 才落的这步田地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 大人 属下有要事禀报 哦 站护卫请讲 今天属下 接到城东小客栈报案 一伙凶徒将殿中小二杀死 属下派人前去查询 发现小二死状极为可怕 是歹徒用残忍手段将其杀死 另具旁观者报 那伙凶徒还掠走殿中一妇女及孩子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是什么人如此大胆 天子脚下光天化日 竟敢行凶杀人 属下初步查询得知 那伙凶徒身穿巢服 属下认为他们很可能是郭正手下所为 公主和驸马就要完婚了 他郭正身为大内的总管 不在宫里面好好伺候着 他这是要干什么 待属下查询后 再向大人禀报 恭喜驸马爷啊 谢谢谢谢 请驸马爷上轿 驸马爷还愣着干什么 上轿啊 看来驸马爷还不习惯让人伺候 从今儿起啊 我就得天天伺候您了 起叫 走走走 大喜 尊命 恭喜驸马爷 贺喜驸马爷 谢谢 谢谢 恭喜驸马爷 贺喜驸马爷 谢谢 大哥 包大人来了 恭喜驸马爷 谢谢包大人 如果没有包大人提携 也不会有世美的今天 不要谢我 您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完全是靠你自己的真才实学 我希望你今后为官能够轻正连结 造福于老百姓 做一个国家的动量之才 是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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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文武百官里可没有你这样的 动不动就训导后生晚辈 今天是陈师妹的大喜日子 我看就不要谈国家大事了吧 包大人训导的对 陈父马 今天的脸色可不太好看 是吗 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时 这些人生中的几大美事 你都赶上了 高兴得一夜没睡 我看也是情理之中 太师真会说笑话 老夫句句都是诗言 不过这人生中的美事 还有一件你也快赶上了 他乡欲故知啊 包大人请吧 大哥 庞太师好像知道大嫂来京城了 这位大哥 请问一下 你们家发生什么事了 这你都不知道 今天是驸马爷和公主成婚之日 驸马爷刚刚上轿走了 马上就要拜堂成亲了 不会吧 一顾登天 一顾登天哪 这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 快抓那女的 难道她就是秦香莲 她是秦香莲的丫鬟 抓住她 不就找到秦香莲了 大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关那么多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啊 你活腻尾了 他们不能成亲 这不关你的事 神经病 豆腐 云强姑娘 好久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Почему 谢谢宝宝 怎么样 孝宝 怎么样 嗨 轿